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学新知跟大家见面 今天我们不用虚拟 今天用了虚拟 虚拟 虚拟到我们坐在一起 这是一个新科技 我们会申请专利 现在做科学新知相当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有提材方的疑问 先谈一下James Webb 那一定没有死 应该这么说 刚刚遇到有几个重大项目 都是刚刚这个时候 有些追踪报道下 有些新的材料 所以通常我们累积到差不多 例如新的登月计划 新的太空望远镜 跟着可能一些 一些新的太空竞赛 我们会存在一堆 又可以谈谈 还有很多原本我以为科幻 又变得不太多科幻 我们稍后会讲一两个例子 但最震撼的是图片 现在差不多每一次 他们公布图片 一定比我更加破纪录 令人很赞叹 令人觉得宇宙一种浩瀚 还有很多我们可以理解到 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么似 某些东西呢 图片中的这张 都是一个新的图片 像童湖迪漏 Hourglass 但不止这件事 但这几天 James Webb有相当多的新闻 其中一个是什么 找到最远的银行系 但这个是否有意义 宇宙是有限的 另外就是有限而无边 即是它里面有的质能 应该是有上限的 但它的边际在哪里 我们完全无法想像的 后面这句话就是 Web Space Cadillac Find Cadillac Find Cadillac 是在科学上成不成立的呢 即是所谓最远的 有一个最远的银行系 我想甚至是找到最早的 不止一定是很 它远的话 很大机会也会越早 但有些近的 会否很早呢 都可以 刚好我身边有东西 就一直放了很久 由以前到现在都在 也有可能 但越远的那些 它行进过来的光 亦都需要用越长的时间 才来到 所以越远的东西是越早的 会是绝大多数 然后你说 如果在很远很远 或者是 我们认为 我们观察的 视野的边缘 找到一个 亦都看到它已经 是演化得比较成熟 相信它是一个 很早就已经演化成熟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星系 我们透过去 拿James Webb的太空望远镜 不停地向宇宙深处探索 其实我们一直在玩 这个望远镜写出去 拍近的东西 拍圆的东西 拍圆的东西 虽然有人拍过 发现过 我现在拍得更清楚 给你看 一些你以前用哈佛 都拍得不太清楚的东西 我和你又搞定 一早我们已经说 它会越来越多 这些新的发现 就算是重复公布的 都是一些令人再赞叹的新的结果 但为何这次又要特意 拿出来说呢 其实也可以做一个 我们对宇宙学认识的重温 我们就知道 越远的东西 应该是越早去形成 于是它发出来的光 需要更长时间 来到我们这里看到 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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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说 我们宇宙是说 130多亿税 虽然这个数字 可能将来会被修改 但如果说 一个100亿左右的 这个order 差不多 最早的可以何时形成 到底是4亿 5亿 还是早点 还是3亿 1亿2亿 一路我们是没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 我们最多就知道 宇宙是膨胀的 所以过往会更加密度高 更加热 于是乎 你将它 越逆时间推上去的时候 它以前是很热很热 现在可能就是 背景温度 只剩下 零下270点多度 但以往可能它是说 几百度或几千度 如果整体平均温度 是几千度的状态 那时候基本上 没有任何的行星 甚至是银河出现 那些东西全部混在一坨 一坨热汤 甚至乎原子 都不是中性的 外面那些正和负 是散了周围飞 它就不会有一粒正负 刚刚抵消了中性的东西 我记得好像这叫Monopole 即是只有一个极 也不是用Monopole 这个字 我纯粹就是 它是Neutral Atom 即是这种状态 在我们过往的宇宙学中 我们学过 越早的时候越热 越早的时候的状态是如何 就视乎我们 这个物质世界的物理去决定 太阳表面6000度 里面就不止 你已经看到太阳 已经是整一波等离子电章 等离子体 或者叫做 Plasma 是的 上面的东西 就是正和负 四周飞 自由地飞来飞去 就不会说有些正的原子核 就将负的电子 就叫做 俯虏了 在它旁边 以前自己去做研究生的时候 就读很多这些宇宙历史的故事 对于宇宙越早的时候 发生过些什么呢 我们反而是清楚的 因为我们有能力 在地球上 将地球上的物质 不停地加得越来越热 用一些加速器 将它提升到很高的速度 亦对应到很高的温度的时候 一个很厉害的撞击之下 一个状态是如何呢 我们是搞清楚的 但问题就是 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时间轴上 究竟这个这么热的温度 是相应于宇宙出世 多少分钟之后 多少秒钟之后 或者多少年之后才会是这样 其实我们未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 但你要搞清楚的问题很重要 就是因为我们一路这样 物质一路这样膨胀 冷却下来的时候 冷却到一个位置 才慢慢由他们的万有引力 形成我们的星系 变成我们要了解 这个宇宙温度的历史 了解得越准确 就令到我们了解 宇宙整个星系形成的历史 就越准确 这次你说 就是说这些宇宙历史 其实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我们去找回 什么时候有第一批的星系 知道它正在对应 是多久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 这个时候 会不会是一个 我们未想像到 原来已经有成熟星系形成的时候 原来已经一早有成熟的银河 因为很多大型的星系形成了 这次我最大的意义 就是似乎透过 James Webb Telescope的观察 我们找到这些遥远的星系 它的历史比我们想像中更早 即是说 这个情况有点像我们 经常问地球第一批生命 是地球形成了之后 多少年形成 我们现在的地球大约是 四十几五十亿岁左右 我当成为四十五亿 我们会否是地球形成了十亿年后 才有第一批我们认为生命存在 原来不是 由一些化石证据 可以推一下又早些 推一下又早些 原来现在的五亿年 已经有第一批生命在 甚至乎整个地壳 可能是一亿年已经形成 一个有液态海洋的地壳 这是远远比我们想像中做的 即使我们认识很多地球物理 认识很多宇宙物理 原来有些对于地球如何诞生 和整个宇宙如何引育出来 有些场景何时出现 原来我们不是掌握得太清楚 如果你说最远 我们在温度上或光的性质上 我们会看到有些不同 举个例子 越远的时候 是否温度越低 和光谱是比较特别的 最主要是由光谱看 其实看东西有多远 我们很喜欢用雄仪系数 越远的东西 同时因为我们的宇宙膨胀 越远的东西是离开得越快 他们离开得越快 比较多普纳雄仪是越强 多普纳的东西 就是駕駛超速 有雷达影响 就是多普纳雷达 基本上由你的车 或者任何一个光源 它移动的速度 就会影响到光谱移动的程度 然后可以很容易计算 亦很准地计算出来 如果我的光谱 是比起正常一件不动的光谱 移动了多少位 我就计算到原来你走得多快 向着我走的东西是蓝移 远离我走的东西是红移 越远离得快的东西 应该是越远的东西 显示出来的红移系数越高 现在哈勃帮我们去找 红移系数最高的星系 亦相信是最远的 红移系数是11左右 11是什么意思 就是整个频率 即波长 大家一起拉长的11倍 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红移 红移程度很厉害的 即是变成了一个波长 整整被拉长的11倍 红移程度很厉害的 我们现在随便驾驾车 红移系数是有万分之一 你跟他接受的程度比 红移程度很厉害的 可能计算更少 也不奇怪 但如果宇宙的事件 红移系数这么高 对应是很遥远 亦是很早时发生的事情 但光的性质是怎样的 是否会减弱了 因为它一来远 已经很弱 它再红移 能量密度再低 但你会尝试找到光谱资讯 看看其实是移转了多少 你可以从同一个模式移转了多远 你从那边捉回来重跌 你看要移多少 才能够同一件不移动的物件 重跌 主要是看轻元素的光谱 我们便知道红移系数 便知道它移动得多快和多远 如果你看到 原始的影像是否调整过 或者调整过 绝对是 你可以红移到由可见光变成不可见光 红移系数到了十倍 你如果问 蓝光和紫光波长的倍数 绝对不会十倍 那么多 你如果说紫光的波长 和橙红光的波长 是差了100% 差了一倍 一个是三四百 紫那些是比较多 对 然后达到六七百 其实是一倍 但如果说 拉长了十倍 任何可见光谱都被拉到 变成不可见 变成红外 于是你便不可以用 浴眼 你不要想像 有个人 我眼睛看到你红移 即是 James Wright看到这样的 其实不是 他等于一个相机 对 他都会把你红外不红外 即是这样的讯号 尽量去拿下来 你可以分析 光谱的数据是如何 如果我们看到这么远 我们可否用一个比喻 就是我看出去 喂 全会大阻止 如果我可以看到这么远 是否代表很多空间 很多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这么远 现在似乎我们有机会看到 现在最有趣的是 他为何这次特意拿出来 其实他亦是代表了 我们看穿了一件事 那件事是什么 都要仔细一点 慢慢解释 刚才我们所说的 宇宙一直慢慢冷却 冷却之后 然后你都需要一些东西走一块 走一块的时候 它会局部地热回 不是全部一起热回 它会局部地走一块 那些地方便会热回 热到一个地步 它自己会点着核反应 用来发热发光 形成一些星 如果再多些星走在一起 就整个星系走出来 这个过程很有趣 宇宙自己大爆发的时候 很高温高热高密度 然后一路冷却的时候 它一路冷到一个位置 那些东西会变回中性 但是到了那时候 慢有引力就开始慢慢 效应越来越明显 令到越来越多物质自动走一块 自动走一块 自动走一块之后 效果当然形成了我们的星系 但同时也有很多 核聚变反应点亮了 如果整个宇宙 大家突然一起重新开灯 很局部地点亮 这些核聚变反应的时候 很多光子突然之间 由星系到处射射出来 射到的地步就是 它会令到整个星系物质 经历过中性的时期 又变回了等离子体的状态 如果你要最深读宇宙学的 又叫做reionization 重复离子化的过程 如果说宇宙以前更小 密度更高 这是小学中学程度可以理解到的东西 然后你明白粒子物理 明白原子的特性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它冷却之后 就会形成一粒粒中性的原子 你明白万有引力之后 你就明白为什么 那些东西会走在一起 再点亮核反应 但是它点亮核反应 放出来的光 又会令到周围的原本 中性的原子离子化 就是重离子化的过程 究竟它出现在宇宙出生多少年之后 其实大家很想去找清楚 原来他们就说大约去到这些东西 他们就不喜欢用那些时分秒来计算 他们就喜欢用刚才我说的 宏仪系数那样 宏仪系数越高 就是说越以前的东西 他们就说 如果你去到宏仪系数 是说十左右 五至十左右 就是那个重离子化过程 最活跃的时期 现在我们找到这个星系 它的宏仪系数是十一十二 即是说宇宙都未来得及 去重离子化的时候 产生出来的第一批 帮忙将周围离子化的第一代的星系 所以我觉得整个研究最重要 包括这一节 我认为最重要的信息是在这里 James Watt可以帮他们去看看 在宇宙的重离子化阶段以前 去帮我们去发射第一批 将周围离子化的 那些电磁波的第一批的星系 好 这一节 最后想问一下 Alan Gould 我想你也认识这位朋友 提出那个叫做 宇宙膨胀 他有一个不只是膨胀 而是宇宙暴障 暴障 英文这个字也是太过普通 如果这样膨胀便膨胀 但如果暴障 他就会觉得有一个特定的时刻 就会长得特定的急 他就说了这个 如果我们现在看得那么远 有没有可能证实到他的理论 就来很远 因为Alan Gould 他说这个宇宙暴障的阶段 是很早很早的 就不是透过我们观察这些星系 那裡便可以说得出来 但应该James Webb 他的一些发言有份 帮我们去否证一些不对的部障理论 因为就算那些部障理论 有很多种 很多人提出了很多种 尝试去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有这回事 有很多种不同的模型 一些模型会给出最后来的结果 就要透过这些观察 帮我们去篩走一部分 就是不对的模型 是的 另外一个疑问 其实现在我们对过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 我们的理解是一个波 还是一个平面 我们就说它的曲率是平 它几乎不会像我们 活在一个球体世界之内 曲率很低很低 但是很有趣的 宇宙学的发现 很期待着 未来的10-20年 有一个新的冲击 因为现在我们发觉 连哈佛常数 宇宙年龄 我们也不是很有信心 我们以前 20年前 没有知得那么多的时候 我们很有信心 宇宙年龄136亿岁 但是原来经过20年后 我现在不太有信心 再谈论这个讯势 但谈论这个数字 因为很可能我们将来 再有其他新的 更准的方法否证的时候 这个数字又要修正 这个数字是基于 红尼的速度音吗 这个数字是基于 我们对宇宙微波背景 辐射的观察 去推导出来的 但是很有趣的 就是这些宇宙年龄 你用不同的方法 会得出 大家互相吻合的结果 究竟哪个才是对 哪个才是不对 那就还可以玩 Anyway 就很感谢 James Ruttick的望远镜 否则的话 我们就搜楼的题材 就有一点 也不是的 搜楼到的 得到大家的支持 时间要长一点 他就讲真实的新东西 给大家听 是啊 差不多每个星期都有新东西 给大家听 好了 下一节再来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